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 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安 大家晚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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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點41分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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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跟我說嗨嗎 可以啊 J.A.S.N 完全不會唸 反正就是你 阿嗨 大家晚安 又過了一個月 然後今天一樣就是 會在這個直播裡面呢 喔 今天燈光比較亮 有人發現了 我告訴你 因為我上次開了那個直播之後呢 然後因為那個影片我傳上去那個我的Youtube嘛 就是Youtube頻道 然後我就自己在看的時候我想說 我房間也太暗了吧 怎麼暗成這樣子 因為我之前都覺得沒差 反正就是用一些小夜燈 然後就可以直播了 我後來發現傳上去畫質又變差了一點 然後又很暗 我想說 這是什麼暗迷摸的直播 誰要看啊 所以呢 我就去買了 那種網美在用的那種直播組 那種17直播梅亞組在用的那個 你知道 補光燈 真的是有多看重這個直播 你看 這是用梅亞補光燈耶 就是一個很大圓圈的 然後就在我的正前方 而且它還可以調 亮度喔 我還要講 多段式都還要講 這樣子 喔 很多段 你看 整個就是 我的眼鏡會反射喔 喔 你說 對對 就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個圓圈 就是一大盞在前面這樣子 對 喔 沒有啦 因為 我知道天氣很冷 可是因為我 我的房間裡面超級熱 是因為我有開那個 暖氣 所以 我回到家 我的房間是很熱的 因為我就是 讓房間溫暖溫暖的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 我在家裡其實都不穿衣服的 就是即便冬天我也 沒有在穿衣服 因為我就是把房間高得跟夏天一樣 熱 所以其實我現在還是人家小冒汗 因為那個暖氣很熱 今天我會跟大家 一起玩那個 就是互動的那個 因為上次 上次我的直播 我跟你講 大家就是 最喜歡我最後面跟 那個阿美亞直播的那一段 我的天啊 所有人直播不記得我有唱歌或什麼 就記得我跟阿美亞 玩那個互動直播 所以我想說好啊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蠻ㄎㄧㄤ的 所以我今天 會 我覺得 一定要不只跟一個人 用這種互動直播 而且我今天有一個主題 不然我們 不然會很乾聊 你知道嗎 打開那個直播 欸 然後跟他say hello 然後整個超乾沒話聊 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會想一些話題 讓我們有基本的互動 OK 好啦 我看那個人數應該也差不多 我們就馬上來 因為我不想 我不想廢話太多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直播只能直播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就是要你知道就是 整個就是我們精簡 精簡 好不好 但我今天的直播互動有 年齡限制喔 今天有年齡限制 好我先 我先講一下我們 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的 哈囉大家晚安 今天我 呃會 一樣自談自唱給你們聽 那我這些自談自唱的歌呢 都跟今天的主題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這個主題的靈感來源是我之前在我的臉書 看到一個朋友的分享一篇文章 那那篇文章呢是 有一個阿迪亞或者阿梅亞我不知道 反正他的年次是 我先講我先聲明 我講阿迪亞阿梅亞不是對你們不禮貌的尊稱 而我是尊稱這些年紀小的小朋友 我都叫他阿迪亞阿梅亞 叫 稱呼你們阿迪亞阿梅亞 對 呃然後那個人大概 20歲吧 20歲的話是幾年 幾年出生 88年 民國87年出生 對 八年級生 這樣子 然後他就在PTT上面PO了一篇文 他說 最近有聽到清風翻唱逆光 然後好多人最近都翻唱 翻唱 翻唱 最近好多人都翻唱逆光 然後 我才去找了逆光的原唱 才聽了他的歌 我想說 Come on 全世界都知道 逆光的原唱是孫燕姿阿 難道我已經老到我 就是現在的阿迪亞阿梅亞已經不知道孫燕姿是誰了是不是啊 然後我看到那篇文章 那個 那個人的FP貼了這個文章之後 下面就是我們這些青年級生 狂在那邊你知道 流暴言耶 就想說 天啊現在的阿迪亞阿梅亞怎麼開始已經不認識孫燕姿了 我們已經要老成這個樣子了嗎 我們已經要老成這個樣子了嗎 對不對 SX底線 ZIJING 怎麼可能不知道孫燕姿 我知道孫燕姿 他只有去年有出一張專輯 因為他之前去生小孩了嘛 然後有一陣子都沒有出來 如果真的是 之後的九年級生 現在你們可能高中生國中生 可能會真的不知道孫燕姿是誰 可是我就突然覺得 天啊孫燕姿這個人對我們七 你知道我那種六七年級或者是八年級初段班的人 就是 孫燕姿就是大家都知道人啊 你嫂子在那邊跟我亂蓋什麼孫燕姿是誰 你根本超熟孫燕姿吧 對 孫燕姿是我們的童年耶 因為孫燕姿 孫燕姿 孫燕姿是我 有記憶以來我有花錢買過專輯的 對 所以我想說 怎麼可能 真的是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 跟 阿妹阿阿弟阿互動直播 所以我要找那種 譬如說你是 今天今年才 可能十七八歲國高中生或二十歲 這樣子的人 我要跟你們就是互動直播 我想要 我這邊有開了一個名單是我自己覺得我以前 我們以前 我們七六七年級生以前 的 就是以前一定會認識的人 但我不知道你們 會不會認識他這樣子 我想知道我們 我到底我們青年級生已經老到什麼程度 老到現在阿弟阿妹阿已經不認識我們這以前認識的人了 好不好 真的是氣死 我看到那個 我把房間搞得有點太熱 因為我剛腋下在低汗耶 在用低的喔 熱到一個 還是我先把暖氣關起來 你十歲 你十歲用什麼IG阿 Oliver104251 你今年十歲 你說你知道孫燕姿我們全場給他拍拍手 然後你十歲就已經在用IG了 天哪 我十歲的時候 根本連無名小站都還沒開始用 你已經開始用IG了 也是很fashion耶 我跟你講正常的就是要跟Oliver一樣 Oliver 講超不標準 怎麼可能那個人PO文PTT說不知道孫燕姿 KC啦 所以我第一首歌就要帶來孫燕姿的歌 好老套的就是一個拍法 等一下喔 但因為最近天氣有點冷你也知道 然後 所以剛剛 現在有一點小小小的 小鼻塞 我不是要找藉口我是真的鼻塞喔 什麼啦 而且我是 我是要唱孫燕姿很久以前的歌 所以 就算你們聽過孫燕姿 可能也未必聽過這首歌 但不是冷門的歌啦 煩耶我房間有一隻蚊子 所以就是這樣進入主題嗎 沒錯 我馬上 這讓我蚊子氣死了 馬上進入主題 年齡限制是 那個 我希望你是國高中生 就是你是20歲以下 但你不要就是 天啊我好想跟韋靜直播 然後已經老大不小26、7歲了 然後他在那邊 恩 韋靜我20歲 直接打下去 我跟你講 我要的是真正的 就是20歲以下的人 你不要給我老了 然後在那邊抓年輕說 恩 恩 孫燕姿是誰 不可能 我跟你講 我看得出來好不好 20歲以下怎麼了嗎 太小是不是 剛好20可以啊 可以啊 好不好 好不好 好啦我先唱孫燕姿的歌啦 不然這個直播又要被冷消為 然後整個 就是 因為重頭戲就是互動直播嘛 對不對 我們趕快唱完趕快互動 然後 一樣我彈錯就是整個重彈喔 彈錯整個重彈 好 等一下我練習一下 欸練習 好 我要唱那個孫燕姿的愛情證書 應該聽過吧 我相信 七七 六七年級生一定聽過愛情證書 如果你說孫燕姿我聽過逆光 那是因為你被創造101 還有清風後來的翻唱 才知道逆光這首歌的 好不好 好 愛情證書 好 果然沒聽過是不是 我要唱了我要唱 好緊張喔 還是一樣很緊張 喔重唱啦 重唱鬼啊 欸每次彈第一首都很緊張欸 不知道緊張什麼 不是我要把你們這邊當作沒事 我現在只是在練習 OK 等一下 而且我發現每次我一上歌 等下人數就會掉到超多 好沒關係 沒關係要走大家就走 反正沒唱多好聽 重點是等下的那個互動喔 你們互動等下記得回來就好了 好緊張喔 寂寞當然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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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在我身邊 寂寞在我身邊 總是特別 想念你的臉 想念你的臉 我們為愛還在學 我們為愛還在學 學溝通的語言 學著良界 學著不流淚 等到我們學會飛 飛越黑夜和考驗 日子就要從古代裡畢業 我們用多一點點的辛苦 我們用多一點點的辛苦 來交換多一點點的幸福 就算幸福 還有一段路 還有一段路 等我們學會忍耐和付出 這愛情一定會有長真書 證明從此不孤獨 我們為愛還在學 水溝通的語言 學著良界 學著我 我發現一件事了 我忘記夾移調夾 然後想說Key在滴什麼怪 怪什麼怪啊 好 沒關係 我們從剛剛的地方接回來 好不好 不然我已經唱一半了 我想說奇怪 我今天怎麼 唱 在辦三次是不是啊 不好意思 我忘記夾那個移調夾 我現在才夾上去的喔 我現在才夾上去的喔 好不好 OK OK 因為如果要重唱的話 要花很多時間耶 好 我們就從剛剛接回來 好不好 反正還要 還有一遍多啦 很久很久 我們為愛 愛在學 水溝通的語言 學著良界 學著別人累 等到我們學會飛 飛越黑夜和考驗 日子就要從孤單裡畢竟 我們用多一點點的辛苦 來交換多一點點的幸福 就算幸福 還有一段路 還有一段路 讓我們學會忍耐的付出 這愛情一定會有成真書 證明從此不孤獨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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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 我們用多一點點的辛苦 來交換多一點點的加油 天天的幸福 就算幸福 还有一段路 但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 这爱情一定会有成真书 证明从此不孤独 证明从此不孤独 好 顺艳之的爱情证书 刚刚我本来还想要停下来 因为那只蚊子一直在 狂叮我 然后停在我耳朵旁边 然后算了再停下来就太结 sorry啦 刚刚忘记夹那个一吊夹 我想说 奇怪怎么跟平常练习唱的感觉都不一样 结果是key不对啊 哦人整个跑掉 你知道一百人 好的回来我已经唱完了 回来 这是 我跟你讲你们现在不快回来 我现在已经要进入第一段脸宵尾了 就是我要来找 刚刚那首歌大家有听过吗 就是阿爹阿阿妹阿们有听过 第一次听 拜托 所以只有太多好听的歌 你赶快去听 赶快去 赶快去听 老人 所有的都是 老人 没打到 没听过 你看看 你们看看 是不是真的很多人都 还是不熟悉孙影子 可能知道 但既然没听过 没听过爱情证书 什么啊 真的是太夸张欸 怎么可能 好现在 因为我跟你讲 我现在这边有很多那个 互动直播的邀请 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我要找的 20岁以下的人 那没关系 我就是看你们的大头贴 来判断你们是不是年纪小的人 那待会这个互动直播呢 就是我要来问你 讲一些名字 我会讲一些名字 说那你认不认识谁谁谁 这样子 我来看 因为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少数的 你知道我跟我同年龄的人 在看这个直播 我们就来看 到底现在 市面上 市面上 的阿滴阿阿妹阿 到底已经 过分到什么程度 就是把我们这些 青年纪生的回忆都 不知道啊 你们是谁啊 唉 好了我要来选咯 如果你的大头贴 非常的幼稚 我就会觉得 你年纪应该很小 但你的大头贴 如果是那种 你知道 網美 然后什么 农妆艳魔 那个我可能就会觉得 你已经20出头 你的大头贴 越小 来 我找到一个 他的大头贴 我告诉你 是一支皮卡球 哈哈哈 皮卡丘虽然是我们儿时的 你知道 就是也是我们儿时的一些回忆 但是 我告诉你 这个皮卡丘我就堵你 是超级小朋友 来 D0248490 就是你 但如果你打开来 市讯是什么大妈的话 我是这个 哈啰 哈啰 你好 欸你感觉不是小朋友欸 我不是啊 我是大人的 你多大 你猜 28 你猜超老 太大了啦 22 22 23 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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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什么皮卡丘的大头贴啊 小姐 欸 我跟你講 你们等一下去看 这位小姐她的大头贴是用一个皮卡丘 而且那个皮卡丘还是有点是 画画画出来的皮卡丘 不是 那个皮卡丘她穿小小兵的衣服 who cares who cares 好我跟你讲 因为我本来是要 就是你知道就是 考验那些阿爹阿妹阿 那我们年纪也你知道 只相差五岁而已 所以当我国中的时候 我国三的时候 你也才国小四五年级 对啊 对吧 那这样我们 我们熟悉的人 一定都是一样的啊 不一定吗 那我还是考 我还是考你一两个 好啊 如果你知道的话 那就正常啊 那就没什么好讲的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 我没有说我叫什么名字啊 好爽 那你怎么称呼 呃 随便啦都可以 随便 随便 讲一下 你就叫皮卡丘吗 啊啊OK 皮卡丘 好这位皮小姐 皮小姐 第一题 嗯 你认识 好多都 我觉得你一定知道啊 反正我这个名单 你认识 你认识 我跟你说我这个名单 根本不能搞你 我根本觉得你每一个都知道 你认识周慧吗 知道啊 哦对嘛 那没什么好考的啊 我们谢谢皮小姐 谢谢 拜拜 拜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是 不是因为我 我刚不小心 我刚不知道那是 我以为关掉那个 我以为按掉就是 只是关掉跟他的视讯而已 结果是整个直播关掉 不好意思 我就是不太会操作这个直播 好不好 那没关系 我们这个直播又有全新的一个小时了 耶 没关系 我跟你讲 不要再给我来一个 像刚刚皮小姐的 好不好 因为如果 如果你这样的话 如果 如果再有这种 你知道二十几岁的人 我们今天的互动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开始 我们就是 没有办法 没有话题 对 好啦皮小姐 刚刚我本来想要做一个很潇洒的就是 欸掰 然后继续跟大家讲话 就整个把直播关掉 欸 sorry 那我们再 我们再找一个 我跟你讲 拜托来一个 真正的阿妹阿好不好 拜托一个二十 二十 啊 哦 哎哟 好难找哦 好难找哦 你们大 哦 现在的小妹妹是怎样 你们大头鞋一定要搞那么妖艳吗 真的是 很难耶 这 好难哦 好 我就姑且相信这个 如果你再次 那种 出头已经大学生的话 我真的是直接关掉 我真的是直接关掉 L-I-C-H-I H-I 嗨 你几岁 哈囉 你几岁 哈囉 我二十快二一了 你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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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叫 立岁 你叫立岁啊 你叫立岁啊 好 没关系 我就来 我们今天就来 考虑一下 这个 可以回音很大声 我开扩音啊 你开扩音 你开扩音 他不是本来就扩音 他本来就扩音 好 没关系 好 没关系 还是你有耳机 还是你有耳机 没有 没有耳机 好 没关系 就固定就这样吧 好 好 因为我之前看到的那篇 PTT 那個PO文的人就是二十岁的人 所以有可能我今天考你 所以有可能我今天考你 你可能也不知道这些事情 你可能也不知道这些事情 好不好 好 好 各位 六七年级生注意了 我要考他的第一次 欸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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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考利齐的第一次 我要考利齐的第一次 你认识 你认识 林小培吗 林小培吗 你不认识林小培 你不认识林小培 你不认识 全部都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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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位 六七年级生快点 六七年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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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听过心动这首歌 有 怎么唱 可是我真的忘记 你确定 你确定 心动怎么唱你知道 我听过歌名啊 那你有聽過煩嗎? 沒有 煩,你沒聽過? 煩了煩了不能呼吸 煩了煩了煩了,沒有呼吸 好像好像有 你不要敷衍我, 真的 你不要敷衍我是一個老人,大有跟你講了什麼 沒有 不老不老 不老 不是!你們看看現在是小朋友 你已經不知道林曉培是誰了 好啦當然林曉培這個名單是 我自認為有一點農的名單啦 那我大概知道你Label在哪裡 我再考你一個 那你認不認識 蜜雪維琪 你不認識蜜雪維琪 對不起 你不認識蜜雪維琪 你不認識蜜雪維琪 那你憑什麼叫蜜雪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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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是從那邊超來的嗎 蜜雪維琪啊兩個女生啊 都長得很漂亮啊 有沒有雙人組合啊 以前沒聽過欸 那你以前追的藝人是誰 最喜歡的藝人 以前 唱歌的嗎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唱歌 對啊 唱歌目前 目前你聽誰 我是聽蜜雪維琪 那你認識蜜雪維琪嗎 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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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都聽蠻深的 蠻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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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啊 就 Only 那一種 真的 我剛剛朋友出去也都唱台語歌 因為台語歌手好像 從以前到現在都差不多 差不多啦 那盧石峰你知道吧 那盧石峰你知道吧 聽過 可是我不常聽他的歌欸 喔 好啦我們這位蜜雪維琪的比較跳痛的 跳痛的 你知道是什麼 你之前唱那個 黃藝點後我就知道 你說成蕾啊 你說成蕾啊 對 okokok 不要再提醒那段東西了 好我們的蜜雪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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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給其他人機會啊 掰掰掰掰 掰掰 掰掰謝謝 不用謝不用謝 不用謝不用謝 你趕快出去你趕快出去 怎麼按掉 怎麼按掉 我也不知道怎麼按 移除 喔 好 你看 我這個名單我才 我這個名單大概有十幾個名字 然後 我本來想說他20歲應該還有希望 可能會認識 我出的這一個 名單的人 結果他不知道 然後我看到下面的一堆人都說 誰啊誰啊 不認識不認識 果然 開始漸漸變老 真的是 蜜雪維琪耶 林小培捏 吼 都不知道 去死人 下一位 對 希望有更小的人 因為我這些名單的剛剛 林小培跟蜜雪維琪 蜜雪維琪 是被我列在比較 B等跟C等 就是有可能被猜對的人 但是還有很多那種A等 我覺得 講出來可能 欸 那十六七歲的一定不認識 狐狸哥 我選你幹嘛 狐狸哥我選你幹嘛 我這個名單 你每一個人都知道 好不好 嚇呀 來來來我來找我小朋友了 我發現全部都是阿美亞在要互動 都沒有阿迪亞耶 感覺大家都年紀很大啦 我說年紀很大是 好我找到一個 算了算了算了 因為我又找到一個卡通圖的 可是我怕跟剛剛那個皮卡丘一樣 就是 欸 結果大學生這樣子 好我找到一個 他坐在一個很幼稚的 裝飾品裡面 XINLEI931023 就是你 希望你打開是一個 真的很小的小朋友 你是大人對不對 你是大人對不對 24歲 24歲 我跟你沒有什麼好聊的 你又要跟我講什麼嗎 我要直接把掛掉 你可以講話嗎 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欸 你聽不懂我在講 為什麼你聽不到我聲音喔 你在外面 你在外面 你在外面還跟我互動直播 你聽不到我互動直播 你在地鐵嗎 你現在LINE是怎樣 什麼我現在LINE是怎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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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懇請這些還在外面 可能沒有辦法很 就是很可以通順的直播 而且並且你一定要20歲以下 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接起來 我真的就是30歲怎麼樣 但你要跟我講講話也是可以啦 好不好 來 下一位 不過他剛剛那個24歲的妹妹她坐在一個非常幼稚的 一個裝飾品裡面拍照 我想說應該是小妹妹 還有怎麼辦大家看起來都超大的 好我覺得小妹妹應該會比較擺一些韓國人的圖案 韓國藝人的圖案 看到是 tried 我就由這個 POP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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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他是不是害羞了 誒他害羞了誒 還是不然這樣誒 他害羞了誒他沒有要接的意思 好那我們換一個 好吧就這一個 我感覺他是真正的小妹妹 誒怎麼滑掉了 怎麼滑掉了 回來 今天到底有沒有遇到那種真正十七八歲的小妹妹 明明留言下面一直有人說 我很小我什麼什麼什麼的 可是都沒有人 嗯 誒我選人的時候靠太近了 馬上整個就是 皺紋都出來 好我看到一個 呃 好像 很小的人 就是你 C H I H 底線 H A N 底線五二一 底線五二一 哈哈哈哈 妹妹 到什麼 對不對 你是不是很大 沒有沒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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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那 你右邊的朋友呢 左邊的朋友 我十九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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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叫什麼名字 自我介紹一下 嗯 你先講 我們姓蘇 我叫蘇思涵 蘇思涵 我叫蘇鷹 蘇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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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姊妹啊 對 你卡的長太不像了吧 那個 長得怎樣 好對不起 蠻像的蠻像的蠻像的 有人都說我是三胞胎 耶我好期待你們這些名單你們都不知道喔 但是你們有兩個人 哈哈哈哈 你們有兩個人感覺應該會很容易答對 我直接考你們男的好不好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就都不知道 好 你們認識 林宇忠嗎 林宇忠 林宇忠 不認識 哈哈 不認識 哈哈哈哈 好好笑喔 快點查一下 欸林姐 是嗎 林宇忠來了嗎 看看來 許民姐他們不認識林宇忠 他們不認識林宇忠 他們不認識林宇忠 我們查看看 哈哈哈 你們不用查 我告訴你林宇忠是誰 好 你們有沒有聽過一首歌叫靠岸 靠岸 你可以唱一下嗎 咖啡麻醉不了孤單 只會讓心更燙望 都一樣 好像有聽過耶 好像有聽過耶 就很熟悉啊 有些歌有聽過 可是不知道歌名 哈哈 林宇忠 我告訴你 在那個我們那個年代喔 去KTVB點他的套案耶 啊真的 是你們那個年代啊 我們這個年代怎麼到 你到底是誰啊 哈哈 這是沒有人阿妹會氣死欸 欸好開心喔 可以上你的直播 我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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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的 陳曉東 知道知道 陳曉東就知道 為什麼你們知道他什麼 你們怎麼認識他的 你比較知道吧 不知道 就有聽過啊 不知道為什麼知道 可是是長大後才知道 還是以前知道的 嗯應該算長大後 長大後 你妹妹長大啊在那邊 哈哈哈哈 好啊是我自己 哈哈哈哈 所以陳曉東就知道了嘛 很好笑 嗯 那這樣就比較 那陳曉東一定知道了喔 知道啊 對嘛 對啊 那就是 陳曉東算 我這邊很簡單的 就是一定會打對的啊 對啊 必死的 那梁靜茹呢 知道 為什麼梁靜茹知道 你們是知道他什麼 勇氣 勇氣的時候 你們是小時候聽的嗎 還是現在 小時候啊 喔小時候 你們小時候聽勇氣 勇氣我國小的耶 哈哈 你沒有之前聽勇氣啊 國中吧 國中 怎麼可能 勇氣都是他以前就以前的歌了 對啊 不然就是很好聽啊 不然就是我們記錯 不會不會 反正就是勇氣可能有傳唱度很高 就是一直到後來 對啊 對啊 好啦 好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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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開心的 我們兩個剛才是在那邊狂留言耶 我還去為了你換了一個頭皮 我原本是換我表妹的頭皮 結果變成一個黃色衣服的人啊 對啊 那是我以前的照片 看起來比較暗暗一點 你現在也很年輕啦 不是那個很多個 黃色那個 對啊 謝謝你們了 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謝謝 很喜歡你 超喜歡你 尤其是我妹 哈哈 超喜歡你 剛剛我媽還叫我們幫她買東西吃 我們就說 等一下不管我們要跟偉晶直播到 才要去幫你買 終於 結果她直播到了 超開心 好開心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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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忙 要了要去了 要去了 謝謝 謝謝你 掰掰 掰掰 加油 我們謝謝這兩位 不好路 好險梁靜茹他滿認識 因為 我為什麼會名單裡面有梁靜茹 是想說 梁靜茹也是以前 就是我們這個年代的時候 剛好就是很紅 然後 可是到現在他比較少出來了 然後也當媽媽了 就感覺跟孫燕之的那個 感覺有點像 所以我在想說梁靜茹說不定也是一個 會不會現在小弟弟小妹妹沒聽過的人 結果好險梁靜茹沒有聽過 不然梁靜茹沒聽過 傻眼 但林語中真的也很扯欸 林語中在我們以前 喔 夭壽 就不能 一點他的歌我告訴你就是靠 林語中大家 也都不認識對不對 就是如果是剛剛那個年名成的 失戀學 當然會啊 林語中失戀學很好聽欸 好啦 因為剛剛講到梁靜茹我就是要唱那個 梁靜茹的歌 不是勇氣 不是勇氣 也是梁靜茹以前一首很紅的歌 但我相信如果你是 後期才聽梁靜茹的時候 你可能只會聽像大家剛剛說的勇氣啊 分手快樂 比較主打的那種 梁靜茹的主打歌 但我今天要唱的他不是主打歌 但是我們每一個七六七年級生一定聽過的一首歌 好不好 大家好 這首歌叫做 最想環遊的世界 有聽過嗎 最想環遊的世界 你們講的都沒中喔 我不是要唱最想環遊的世界 不是可惜 不是你不是接受 不是崇拜 不是愛你不是兩三天 是最想環遊的世界 沒聽過 好對啊我們就真的老了啊 怎樣 不行喔 反正今天唱這歌也是順便想要介紹給你們這些 阿弟阿妹阿 就是 不認識沒關係 沒聽過沒關係 那聽一下我們這些大哥哥以前 在聽的歌是什麼這樣子 KC 好因為這首歌的歌詞我很容易唱錯 所以 算應該不用啦 應該是被滿熟的 好喔 這首歌我很喜歡 非常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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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首很甜蜜的歌 所以 如果 你 就是 我覺得 欸 我記得我們那個年代的人 很多人 很多人很喜歡 在婚禮唱這首歌 就是 送給那些什麼結婚的人 祝福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很適合 就是 在 你要給人家祝福 或者是 你 你可能 彈戀愛 彈得很開心 就是一首很甜蜜的歌 因為它叫 最想 朋友的世界 好 來啊 唱錯 他重來喔 彈錯也是重來喔 這 我記得加了 我有加了 我喝口水 因為我真的不想再中斷 因為我真的不想再中斷 我發現我這個名單還有好多喔 等一下應該可以開很多個視窗 來跟大家練一下尾 好 打一個格 對不起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吃飽啦 來啦 來啦 聊天 是甜蜜的習慣 把心情都交換 一天 再算完 簡單 是我要的浪漫 你語氣又心疼 我就更勇敢 我今天 我明天 最想環遊的世界 就是你 最內心 的世界 我後天 大後天 也不疲倦的想念 會是你 會是你看著我 看著我 笑的眼 真愛像一座秘密花園 只是有新的發現 得到新的體驗 兩人 兩個人 彼此挖探 在一起 比對 和回味 然後 了解 越深 傷得越深 轉眼 就永遠 你 你當 每晚 像別沙灘 氣候時 又柔軟 能給 我心安 陽光 在你心裡灿爛 總之間 傳遞著 總讓 我 溫暖 我今天 我明天 最想環遊的世界 就是你 最內心 的世界 晚陰天 晚雨天 我的心 會是 新天 照亮 你 躲 雲 的 那 一面 好了 我剛剛還是有點緊張耶 而且好像 有小彈做一個和弦 但我想說沒關係啦 就是一個 freestyle 這個歌叫做 最想環遊的世界 非常的緊張 也沒有唱好 是不是很懷念 我發現大家都不愛聽歌 大家就是來聽人稍微的啊 氣息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因為我都 我都有錄我那個 練習的時候的版本 等於就是想說 如果直播唱得不好的話 我就要轉上去 因為我要證明就是 我真的是有練好在 上來彈給大家聽的 可是每次就是 你知道就是 緊張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沒關係啦 我也是一直一直在練習 就是 自彈自唱的那個 勇氣 所以彈的來你們沒關係啊 我在後補那個 練習片段 給大家 就是比較 心無旁駕 然後周圍都沒有人 然後 真的非常投入的 練習的那種 好不好 剛剛那首歌是 梁靜如的 最想環遊的世界 好啦 因為人數 會不會掉了大概 大概六七八百人 等下是有 多不想聽我唱歌啊 KC 好啦待會如果你們要 就是 等一下如果真的那個 互動啊 又真的沒話聊的話 你們也可以點歌啦 就是我可以 隨便清唱一兩句給你們聽 而且我臉也太紅了嘛 喝酒是不是 因為我真的把房間搞得很熱啦 所以這個是 很自然的那個 因為熱的 然後因為害羞 的那一種紅潤 來 有人問我說 怎麼沒有用 怎麼沒有繼續用唱爸唱歌 因為我的唱爸壞了 對所以我就 也沒有用那個 有人說他十三歲 R.E.D. 你快點 你快點邀請我 好 就你 你不要騙我 點出來 二十歲 你就完蛋 我騙了 你好 就是你 等一下 哈囉 你好 你十三歲嗎 不可能 我真的十三歲 我是香港人 你是香港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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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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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 所以 你應該聽廣東話 我知道 會 你知道 講話 你十三歲 謝謝 我 我真的十三 那現在的小妹妹 怎麼都那麼成熟啊 我是比較 超齡 我不知道 超齡 你都講得出來 超齡 我不知道 只有我朋友講的 我朋友就是 我在這裡的話 我朋友通常是這麼高 哦 就是你 那你身高多高 我一六四 你一六四 你比好多台灣的男生 都還高耶 真的嗎 一六四在女生裡面算很高的耶 你叫什麼名字 我 我叫 叫我紅豆 你叫紅豆 嗯 我偏要聽你的本名 你本名叫什麼 李樂瑤 李樂瑤 廣東話怎麼講 雷樂優 雷樂優 哇我們歡迎雷樂優 雷樂優 好啦我這邊 我這邊名單有幾個是港星 可是我覺得你應該都知道這些港星啦 可是我覺得你應該都知道這些港星啦 我們就來試試看 十三歲的小妹妹 認不認識我 這個年代 熟識的港星 來 第一題 李樂優 你認不認識 梁詠祺 什麼再說一次 梁詠祺 等我一下 沒有 七幾啊 七幾 呃 七幾的我好像聽過 但是我不知道 李樂優 你不認識七幾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 不可能 梁詠祺耶 真的不知道 你看現在我們都看什麼 我們都看那個 produce48 然後 我的同學都是看BTS 還有那個 Flat Pink 然後 一整排韓國 那你們 你們現在 你們香港人自己 不看你們自己的那個 古惑仔啊 古惑仔的那個 電影了嗎 不看呢 為什麼 我想說 我想說 我在班上的話 沒有人是看台灣的 除了我之外 然後他們對那個 中敵班二的話 是他們的童年 哇 但是梁詠祺是香港的啊 但是我不看香港的啊 我就看你啊 你們港星那個 那個 古惑仔 我有講錯嗎 古惑仔嗎 古惑仔 古惑仔 那個電影那麼紅 我 我 好像聽過 但是我不知道 那你有沒有 那你認不認識 我身邊還有另外一個港星 那你認不認識 鄭義劍 我認識 鄭義劍你也不認識 誰敢來表態 那個鄭義劍啊 誰敢來才敢 我認識 鄭義劍 我真的是傻眼 傻眼 什麼可能 有其他人 真的啦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認識 你你年紀 你年紀真的很小啦 你不認識 應該是正常 可是我以為 這些港星 雖然可能沒有來 台灣發展或什麼的 可是至少 應該在香港還是有一些 就是你知道行程或什麼的 如果是我們班上喜歡那個香港明星的話 應該是榮祖兒 然後 榮祖兒就是因為他現在還有出來 所以我才沒有出這一題 對啊 榮祖兒也是 基本上是 除了我班上一個同學 是有點莫名其妙 就是他會看所有周金師的 不是 等一下 我有一個同學是 他看所有的周星馳 然後講話都很老之類的 那周 對啊 周星馳的電影你有看嗎 石神 有一些有看 就是被迫看的那些 很好看 你們掌心的那個港劇喜劇 真的對我們台灣人影響很大 我們是連到現在為止 很多人都還在講你們港劇裡面的那些台詞 真的嗎 我不知道 各位觀眾 虎之菸 什麼的啊 什麼 香港3345678 山港3345678 我懂你的感覺 就是 你現在跟我們講 就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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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端上 我會講說 喂 然後沒有人懂我一樣 喂 這是我們台灣的啊 我知道啊 然後我 呃 我 呃 就是 會講母湯 然後我同學會整排也不懂我在講什麼 然後 我很崩潰 因為那個就是台灣的這個閩南話 我知道啊 對啊 天啊 我不相信林洛宇我再考你一題 好 你說楊靖如我知道啊 但是 那些比較不知道什麼的 嗯我就不知道了 好 那我再考你一題 好啊 但 這些都不是港星囉 台灣的藝人 嗯 你有把握嗎 呃 不是很老的話 也可以 好像還有一個不是 那我有點忘記他是哪裡人的 你認識 嗯 算了算了 不要考你這個太難了 我考你台灣的好了 嗯 你認識范小軒嗎 范小軒 我好像聽過名字等一下 范小 范小軒不用什麼 我好像聽過 不是 他不是什麼 我好像聽過的人 范小軒 他是這一統人耶 他是范小軒 哦 哦 差一鈴啊 哦 范小軒啊 就是 哦 小S啊 哦 范小軒啊 蔡一鈴跟小S 大S那些都是 應該有懂的啊 范小軒也是 對不起 范小軒也是 沒有有 哎呦 沒有有情改啊 你沒有有啊 范小軒是小S的好姐妹耶 你怎麼會不知道 我好像看過 很久以前那個 康熙來了 然後有一集是 整排人是穿紅色衣服的那個 有馬丘那個 我好像看過那集 但是我忘記是誰了 范小軒 Oh my god OK 現在的小弟弟小妹妹也不認識范小軒了 好謝謝 謝謝 好啦 李鑼魚我真的覺得你這段非常的成功 嗯 我都覺得 因為幾乎你沒有一個認識的 嗯 我可以講一些話嗎 在最後 可以啊可以啊 然後就是一段很垃圾的話 就是2017年那個終極三國的那個 那個見面會在台灣的那個 然後剛好我去了台灣 然後我就去了見面會 然後然後因為就是 就是一上台那個握手那一段 呃 啊不是還有一段就是 呃 宇宙那天不是主持嗎 對啊主持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好像問什麼 呃 我們哪裡有香港還是什麼的人在 然後呢 我就很崩潰的召喚 我在這裡 然後呢 他就無視我 我很崩潰 好 那沒有啦 那個也是主持 因為主持人要記很多東西 他可能剛好沒有看到台下的這個舞蹈 好 我幫你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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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呃 就是 上台的時候就是握手吧 一開始是 終於站在那邊 然後整台站著 然後呢 我很想每個人都講一句就是 呃 多一點來台灣 不是 多一點來香港 對 然後呢 我就跟終於講了 然後我還講錯 然後後面的 我就非常尷尬的跑開了 然後就 很遺憾的沒有講到這個 我懂 我以前也追過心啊 上台跟我們就 就不知道要講什麼了啊 對啊 然後我還 遇到 下一個是 呃 義恩 然後他轉身喝水 啊沒關係 很正常 真的很正常 對 有時候我也會這樣 雖然錯過大家的一個 轉過去幹嘛吃個東西什麼之類的 好 好啦希望你不要建議 但今天 嗯 有直播了應該還還還滿開心的吧 還說滿開心的吧 對 好啦謝謝你 李老牛 你真的很成熟耶 我知道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我真的覺得這李老牛真的很誇張 馬上講他話話 他竟然不認識梁靖茹跟鄭義健 他是香港媒亞呢 你們懂那個感覺嗎 但是我還特地考了他香港香港的港星耶 怎麼現在已經 已經 梁靖茹耶 鄭義健耶 國我宅耶 紅心十三妹耶 他們他們都不知道了 我沒有看 我沒有看耶 天啊 天啊 真的覺得我好老 所以我們是 六七年級生真的是 那說不定我們現在 已經九十幾年 四八十幾年 是根本也沒有在講什麼 幾年級生這個詞 你們說不定講說 什麼是幾年級生啊 KC 唉 好 因為我今天只準備兩首歌 就是剛剛 孫燕姿的歌 跟梁靖茹的歌 那現在呢 因為這個時間 應該也是沒多久吧 我們就累到最後 因為我今天 我現在這個名單我還沒考完 現在剩下的都是我覺得 應該算是蠻簡單的人 真的是氣死耶 我跟你講最後的Ending 我們可以找一個就是 跟我同年齡的人 我們來一起罵他們 想說什麼鬼啊 怎麼可能不認識 好希望 因為剛剛那個 十七十八歲的也有了 十三歲的也有了 現在就是 也一樣啦 就是 還是我再跳一個二十歲以下的 然後再 把我這個名單烤完 唉 真的是 夭壽 真的很可怕哩 那個歲月不老人 是不是 怎麼都沒有阿滴亞啦 怎麼都來一點阿滴亞呢 喔 這個應該不是 好沒關係 阿滴亞應該不是不屑我啦 誰 十五 十八 十八 好我考這個十八歲的 阿滴亞 有沒有 十六 超太多 十八 我挑戰這個十八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的名單很簡單 我就來考十八 差十歲 我看這些名單怎麼知道 就算是他連范小萱也不知道 嗨 嗨妳好 嗨 嗨妳好 你知道我們十八歲的明天要幹嘛嗎 明天要幹嘛 我明天要模擬考 然後我現在在K你直播 真的假的 沒關係那我們就馬上結束 掰掰 不要不要不要等一下 等一下 停等一下 好啦我開玩笑的啦 好 剛剛 剛剛 我 我很喜歡聽老歌 可是歌星的話就還好 我這邊的名單幾乎都是歌星喔 你超好看 沒關係 沒關係 我照樣考你 但是剛剛 你有看我跟香港妹妹的那個互動嗎 那我剛剛講的那些人你有認識嗎 呃 那個 你剛剛講的那個 正義劍 正義劍 不是 上一個 上一個 有聽過 梁詠琪 梁詠琪 對 對 有聽過 梁詠琪有聽過而已 其他都沒聽過 范小萱你沒聽過 沒有 屁啦 184的妹妹已經不是要扮小萱了嗎 可是香港的我有聽過 更老的 比你還老的 對 Beyang Beyang這個是太經典了 這絕對不會出現在我的考題裡啊 好啦好啦我考你啦 都是台灣的啦 好 蘭幼石 蘭幼石你沒聽過 蜜蜜喔 蜜 with 蘭幼石沒聽過啊 蘭幼 倫敦的愛情 伫敦的什麼 雞敦的愛情啦 不然倫敦什麼 倫敦大小小小 的 расп 屁屎 怎麼可能沒有聽過蘭幼石 那 不是你以前總有看 那你有沒有聽過什麼 孤單心事 以前紅阿咪 以前國中阿弟阿咪 正在聽到孤單心事 對對對孤單心事 你沒有聽過孤單心事嗎 有嗎 怎麼像你是孤單的心事 好我現在聽過 喔喔喔喔喔 這首給我聽過 這首幫我搭配什麼偶像劇 我記得 但我忘記是哪一部偶像劇了 秘密喔 這首歌我有聽過 秘密 你在唱秘密 我們的愛情是秘密 不能勝利 有有有有 喔你聽過歌但不知道 人的名字 也不知道歌名 好啦好啦算你及格啦 好再下一個下一個 郭品超 郭品超 不知道 不可能 郭品超是男的 你唱他的 你在唱歌 郭品超比較偏演員啦 郭品超是演員啦 偏演員 他有出過歌我記得 他演過什麼 鬥魚啊 不是鬥魚電影版 是鬥魚 那我就不知道了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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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鬥魚真的是我們以前的 就是 就是 每個人都要看的 好郭品超也不認識是不是 來 那個 許慧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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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許慧欣 為什麼都不知道 為什麼都不知道 沒關係啊 只知道你就好 知道你就好 對吧 不 不 許慧欣 許慧欣你不知道 就是 很白呀 長得很白呀 長得 我在形容也太爛了吧 就是什麼七便七日情啊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他唱 還有什麼許惟心愛情抗體啊 你講歌迷我不知道你要用這個 I believe in you 沒有什麼原因 愛情有時候失惡錯去 好啦好啦你沒聽過 看你面子就知道啦 真真的不知道 我怎麼可能啊 我傻眼了我大傻眼了 我們的我們的年代哪有那麼久遠對吧 那你講一個你覺得你以前的人 你以前追過的人然後現在好像也 不見了或什麼之類的 我來看一下 以前追過的人喔 對啊你隨便講 演員嗎演員可以嗎 都可以都可以就是你喜歡的明星 你說小小學的時候喜歡的 對就你小學喜歡的對 唐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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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簡單 再來 可是很 以前很老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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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的蔡依林就是她真的是她剛出道的蔡依林喔 我們那時候蔡依林是就是 就是報道她很認真 然後就是去 就是很認真的時候 就是特務J的那時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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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呃 呃 沒有 喔 有 沒有 可是我有看過我哥 有沒有 有沒有 當然是有沒有 沒有是不是 沒有 OK 那時候是用即時通吧 喔那你也是還蠻老的啦 有經過即時通時代 18歲 18歲 18歲很高雄 厲害快拍手 剛換18 謝謝你 莫妮卡加油餒 喔對喔 我還沒去看書 我要去看書了 我這直播也快結束了 快一個小時了 蛤 好 掰掰 掰掰 我跟你講我這個名單剩最後幾個名字而已 我想找 年紀大的人 好不好 最好跟我同年齡 有沒有 28歲左右的人 快點我們一起來把這直播收掉 因為我 我記得這直播應該快結束了 快點 狐狸哥喔 是不是 好我就跟狐狸哥 不要狐狸哥我問你都不知道喔 我們的 魚柏大帥哥 狐狸哥 你們真的在開會喔 欸你們真的在開會喔 欸你們沒有聲音欸 喔有了有了有了 有聲音有聲音 有有了有聽到嗎 有有了有 我們在開會 耶 好久不見 欸 好久不見 真的 你們剛剛真的有在看直播嗎 還是只是放著 狐狸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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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合理 合理 合理 你不覺得很扯嗎 狐狸哥 狐狸哥 現在你也知道 狐狸哥 狐狸哥 你也太官腔了吧 狐狸哥 狼狸哥 狐狸哥 狐狸哥 狸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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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手陸嘉欣 歌手陸嘉欣 陸嘉宜的妹妹 你不知道 黑色天空 他們不知道 我知道 80年是不知道 你幾歲 你80 27你不知道 你看不出來而已 我知道陸嘉欣這個人 但是我沒聽過他的歌 沒有啦 我們要跟你說我們很想你 而且 每個同事都進來 看到你直播都講一句話 要不要講一句話 可以講嗎 沒有就是 就說 真的很想你 很喜歡你主持 希望你趕快回來 謝謝啦 敢信個屁 很久沒看到你 很久沒看到你 我要跟你分享愛情證書的事情 什麼事情 但我想分享 其實我沒有很想聽 我就是要講 因為我說 那時候孫彥之辦 簽唱會的時候 愛情證書那張第一張 然後 在西門廳 現場大概只有二三十個人 真的假的 我在現場 因為我那時候好像是 高中還是 高中還是 我就經過 我還是經過 我還不是參加了 我就經過 然後她就在台上唱歌 唱愛情證書跟超快感 然後唱完之後 我覺得那個女生好會唱 我就去旁邊 不知道玫瑰唱片 還是那時候有什麼唱片 然後我就去買 去買了一張專輯 我就去買一張專輯 然後後來隔了一個禮拜 隔兩個禮拜 爆紅 還改版送 是不是 怎麼可能 我想說怎麼可能 他只有二三十個人 爆紅 爆紅 之後就爆紅 是不是 孫彥之真的是很 我剛好一定要跟孫彥之一個組長 董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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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你 唱唱歌我都有聽過 你唱唱歌我都有聽過 好啦謝謝啦 這歌 沒有進步 對 他說吉他歌 沒有 沒有 收訊開始不好了 那 紫維都會看到根 我已經講了 我最近在剪回顧 我剪到你的回顧 我都會看三次以上 為什麼 因為很想你啊 然後你唱龍珠回頭的時候 我還錄IG 因為太感人 龍珠回頭太好聽了 我覺得龍珠回頭 真的是除了原唱 龍珠回頭 你們斷掉 你剛龍珠回頭 你剛龍珠回頭 怎麼要斷掉 我沒聽到 我說除了原唱 龍珠回頭 你是唱個最好聽的人 我是換名字 謝謝 謝謝 剪幾趴啊 你不要創天先給我 謝謝啦 謝謝啦 好啦你 趕快回來啦 好 好 那我們先開會 好你們開會加油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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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你們看到的就是 余白的工作人員們 哇好熱喔 然後剛剛他們 剛剛狐狸哥在講那個 孫燕之的故事的時候 他有講到說他去玫瑰唱片 然後下面還有人回說 玫瑰唱片是什麼 玫瑰唱片 就是唱片行啊 我真的氣死欸 我跟你講 我這邊的名單 都已經 都已經出完了啦 我相信剛剛講的什麼 陸家欣 一定也很多人不知道 可是我剛剛 看到下面很多人在 講陸家欣的歌名 我今天真的是很震撼耶 果然沒錯 因為我看到了孫 我看到了那個人 PO了孫燕之的那個文的時候 然後 我只要遇到年紀小的人 我就會開始問他說 欸你能不能是孫燕之 你能不能是誰 然後欸 結果大家都還認識 所以我想說今天直播的結果 應該沒有那麼慘 結果今天完全是講十個十個都不知道 那種境界欸 我真的是傻眼欸 這讓我驚訝的就是 這讓我驚訝的就是 范小萱 還有 問香港人 不認識 楊詠祺跟陳怡劍 范小萱 怎麼會不知道啊 我搞不懂 我搞不懂 唉 好啦今天這個直播 因為我覺得 我記得因為我剛剛關掉直播的時候 我記得是五十幾分吧 那為什麼這個直播還沒結束啊 我已經沒有梗了欸 沒有話題了 然後因為如果我現在在點互動的話 我也沒有那個名單可以考了 所以 感覺要幹掉欸 18護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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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一個阿迪亞 好啊 可是我這邊沒有阿迪亞啊 我這邊沒有阿迪亞 還是J尼 J尼好不好 就你阿 我看有什麼名單 欸 欸阿迪亞 你不是阿迪亞吧 我是阿 我高一喔 你高一 高一 高一是幾歲 16 17吧 很小 那我剛剛講的那些人 你大概都不知道吧 有些有些有聽過 那你認識伍斯凱嗎 有有聽過 唉唷唉唷唉唷 唉唷有感覺喔 好好好 再來我繼續喔 哇賽 你真的是齁 唉唷我現在突然找感覺會 耽誤那個直播的時間欸 因為我現在也是在翻那個 魔鏡歌詞網 然後再看 就隨便點歌手的名字這樣子 我來看一下齁 阿迪亞你稍等一下喔 阿我來我知道了 你認識劉品妍嗎 知道阿 唉唷唉唷唉唷 喔 喔 這個阿迪亞知道蠻多的 欸我剛有問你叫什麼名字嗎 阿不用了 沒關係 為什麼你不想講 你不想講是不是 很神秘喔 那你認識黃大維嗎 好像有聽過吧 不知道 有聽過吧 不知道 聽了嗎 聽了嗎 好那你 你認識 羅美琳嗎 沒有吧 沒聽過 羅美琳你就不知道了吧 羅美琳是Terry的老婆嗎 誰的老婆 Terry的老婆嗎 對對 你竟然是 喔那我知道啊 你竟然是因為 你的 你的羅美琳竟然是從 因為他是Terry老婆 羅美琳對我們來說是 他老公是Terry 你懂那種感覺嗎 竟然已經反了 已經反了 是不是 喔羅美琳 你沒有聽過他以前唱歌嗎 沒有 他以前出生節的時候 整個是紅色頭髮的 沒有 紅色像日葵阿 阿迪亞你真的 沒有 那你以前追過什麼新 就是你以前喜歡的藝人 我來聽聽 就追你阿 除了我們之外 我是說你以前 你小 我小時候我喜歡什麼藝人 梁靖茹有聽過啊 梁靖茹 還有咧 嗯 嗯 嗯 想不到欸 突然想不到 美了是不是 嗯 都有都有在 好啦阿迪亞 我們聊完了 好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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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怎麼跟阿迪亞直播這麼無聊 直接 直接講他 壞話 不是因為那些 阿迪亞都會 阿迪亞都會 阿迪亞一直 嘰嘰嘰嘰嘰一直講 阿迪亞就是比較害羞的安靜 真的是 好 因為加上我這一拍剛好也是那個名單都用完了 然後就是一直在找到超乾 整個超乾 乾到包 乾到炸 沒關係 剛剛阿迪亞是 非常的 好 硬講 好啦 謝謝阿迪亞 欸 關於你們直播完了是不是 羅美玲很多經典的歌啊 真的是 我們還聽羅美玲 以前最愛聽羅美玲 好啦 因為 我今天的直播 這是12月20 欸不是還沒20幾號 那我下一次的直播 沒意外應該會是在1月的 後半 就是下半個月 就是一樣要 練歌 然後唱給你們聽 練歌需要時間 而且我這次比較想練一些比較 特殊一點的歌 對 所以一樣會集中在 差不多整整一個月後 唱一首 愛一直閃亮 你們很老耶 我以為愛一直閃亮 現在是一個人堅強 想念在手中 張開邊翅膀 我還懂不懂 飛翔 我看見愛一直在閃亮 想她的心改變了方向 指引著城市 情歌太悲傷 再讓一碗熱湯 紅了眼眶 完全沒有看歌詞 你看這種 這種我們以前的回憶 就是深深烙印在我們的腦海裡 這完全是說唱就唱 說來就來 然後今天這些阿姨阿阿迪亞 完全已經不認識了 我就覺得 好啦因為 我們這些六七年級生 真的也是 你也是老了啦 就是 你知道 就是 跟現在阿迪亞阿姨阿 已經有一個代購了 對我已經非常的明顯的感覺到了 對 所以 你們趕快去聽好不好 我們今天 我今天講到那些人的名字 什麼羅美琳阿 陸家欣也很好聽阿 黑色的天空 你不懂 還有什麼 我不能飛 我都很好聽阿 然後阿梁靜汝也很多阿 梁靜汝也很多阿 梁靜汝我好像大家都還認識 梁靜汝我好像大家都還認識 梁靜汝也很多阿 是不是 真的是 欸 我現在看到這個直播已經在倒數40秒 好對不起 好今天這個直播就是非常的 完整 然後我也覺得非常的 下次好 我要再盡量想一個主題 不然 我覺得直播會 持續那個互動的意義 然後想一個主題 然後跟大家一起互動 那下一次就 下個月 的 月底 左右見囉 好不好 然後待會我們應該會上傳 我今天唱的歌的練習的版本 因為我覺得今天唱的 有夠爛 所以 還是會上傳一下 補傳給你們聽 好不好 大家晚安 掰掰